三四个高中生聚在一起 其中一个手上竟然还拿着电子烟 近年来电子烟快速在年轻族群间流传 去年全台清晓年吸烟比率 十年来首度攀升 尤其是电子烟使用率更超过五成 微服务在29号就预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 要把吸烟及构烟年龄 从现行的18岁提升至20岁 加热烟的部分 因为目前属性还未明 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就会在 在预告的期间再收集大家的意见 除了调整年龄至20岁 烟品外包装警示图案已增加到85% 电子烟等新型烟品归类于类烟品 禁止制造贩售 违反金额已口气提升到5000万元 但这也引发争议 究竟炸烟烟品算是烟品还是类烟品 全世界只有我们称它为类烟品 世界各国对于含有尼古丁的电子烟 都叫做e-cigarette 只有我们说它不是烟 用这样的一个心态来管理 对于我们人民健康有如此重大威胁的一些烟品 让我们的法律规范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 烟害防治法局的上次修法已经有长达13年 该怎么分裂达成共识 近期将召开专家会议离期 期盼保障民众健康 把新闻综合报道